开学了新装昌龙国小同学迎接另一个阶段的学习课程 然而校方对于亲子之间的课后运动则是非常的重视 因此特地选择在篮球场旁的附近设置游戏区域 不仅排除了过去亲子要到公园和大家互增器材的使用问题 所以校长也是诚挚的欢迎家长还有同学们参加这个运动空间 相信不少昌龙学生开学后有发现篮球场旁近多了游戏器材 似乎跟大家招手下课后可以多来使用 这一座游戏器材是我们的议长 我们的议长补助我们配合款50万把它完成 也非常感谢议长对我们学校的一个支持 我相信学生尤其是低中年级的学生 可以在下课时间能够使用游戏器材 那这游戏器材符合国家任何一个相关的安全的规定 那也请家长来放心 其实校园假日都有开放 而多了个儿童游戏区 邻近亲子也可以不用到公园跟大家争气材 因为现在学校就提供了区块 只不过要呼吁大家要爱惜公务 假日校园都有开放 我想不是只有提供青少年朋友 或者是我们小朋友来打篮球而已 应该有一个区块呢 可以增加这个亲子互动的一个区块 一个机会 那所以我们在这个篮球场旁边呢 做了一个比较这个新颖的游戏器材 也欢迎家里面亲子活动 阿公阿嬷可以带小孩来 孙子来 那爸爸妈妈也可以带小孩来这边玩 但紧邻篮球场旁似乎有安全上的疑虑 对此校长表示开放以来大家都有遵守礼仪 也希望未来大家各自保持应有的功德心 目前看起来是都还很安全 那我想要教育我们所有的使用篮球场 跟游戏器材的这个 这个所有的小朋友或大朋友呢 一定要遵守我们相关游戏的规定 当然篮球是一项比较激烈的运动 那不要刻意的甩球 或者是刻意的碰撞 我相信的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好不容易争取而来的游戏器材 就是要同学在快乐玩耍中成长 同时也教育小朋友 公务是属于大家的 应该懂得珍惜以及礼让 千万不要一人独占 器材太久 影响到下一位的权利 记者新庄采访报道